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在收看股市米其林 我是謝文綺 今天7月5號禮拜五了 投資朋友今天心情怎麼樣啊 大盤現在好像是平盤左右小翻黑 但是呢投資朋友今天禮拜五 我們的股票有沒有持續在大漲 當然很多人會說 老實我的股票也漲停漲停漲停 沒錯 可是投資朋友我這樣講 還是很多人都沒做到 還是很多人都沒做到 今天早上我的Line裡面 也有一個新的朋友跟我講 我五月份 五月份才來參加 不是五月才來參加 他五月才做股票 結果我問他那應該做得不錯吧 最近盤是那麼好一定都有賺 結果他說沒有耶虧錢耶 五月份才做股票的人 你說六月應該不錯吧 現在七月了也不錯吧 結果他說他是虧錢的 真的投票太多了好不好 這個盤漲成這樣 還是很多人做不好 我希望真的 因為我很瞭解你們在想什麼 你們怎麼做其實我也知道 都是追高啊 那追高追上去 掉下來馬上擔心就出掉了 太多投資朋友是這樣了好不好 我希望真的來跟我動作 會知道 文綺老師我是怎麼做操作的 首先當然我的Line 再幫我加進來好不好 沒有加的真的幫我加 小小鼠MVP57幫我加進來 YT頻道也幫我訂略起來 要看我的節目就直接YT頻道裡面看 昨天美股其實是休息嘛 因為獨立紀念日啊 國慶日之類的 他們是休息 所以美股好像沒開盤 對台灣有沒有影響 今天台股好像沒有什麼漲 全值股好像沒什麼漲 各位投票朋友又會去擔心什麼的 真的喔 不用那麼擔心 只是說 投票我還是要給你們一個 現在就是說很矛盾的一個理念 大家都認為要降息是好事 股票會漲 可是 你們要去知道 會降息你看又是什麼 美國經濟疲軟 好一些數據又是說不好 經濟數據疲軟 投票你經濟數據疲軟 那照理說股市應該會不好啊 可是你們又認為要降息 所以我就講真的升息降息 你看還是有什麼 還是有意見啦 還是有意見 什麼時候真的會下調降利率 真的還是不一定 好不好 你說前兩天我講了 市場大漲 人家說因為歌派的出來講話 可是現在呢 投票你自己看好不好 還是在那邊內部還是 因為真的 還是通膨高嘛 你說經濟數據有些不好 可是通膨還是高 就變得真的就是 很矛盾啦好不好 投票真的很矛盾 好那我講美國 因為總統選舉 像昨天拜登說一定要參選 現在又還是有人在怎麼樣 叫他要退選 所以真的 我在看 你說美國如果現在比較震盪 怎麼樣 外資就跑來台灣投資嘛 就這樣 他會加大對台灣的投資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真的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講 反正不管怎麼樣就是股票漲 你 對吧 上禮拜 跌的時候 到現在來驗證有沒有對 你拉回 拉回只要買 哪一個沒賺到 有 可是投票 很多人啊 很多人不敢 好不好 跌的時候不敢買 就像我講了 6月24 25 好 在跌的時候 台積紅海誰敢買 我 我敢買 好不好 投票真的 來跟文綺我動作 我覺得有些東西我能幫得到 今天股票也漲停啊 今天股票你看我旁邊的股票 幾檔漲停對不對 影漢 光盛 漲停 我剛剛看到光陽客應該也有漲停 應該也是啦 也是漲停板 投票 也是漲停 我做資料的時候在這裡 好不好 現在也是漲停板 我是不是講好幾天了 投票我講好幾天了 電線電燈我也講好幾天了 對不對 今天好像有點小拉回 好我們舉個例子 好像小拉回 可是昨天其實又是漲 投票這整理完會不會繼續漲 我是覺得真的會啦 好不好 你說華晨 很多人 我覺得很無聊 昨天要去比價 跟台積電去比1000塊 我覺得蠻無聊的 投票現在很多人要去比 這比這有什麼意義 對不對 今天你說創高1030又掉下來947 那跟台積電比什麼 好那台積電還是1000塊 還是站好好的 對那我昨天有講 好昨天本來 你說1點影響就7點左右 1塊影響7點左右 那今天是說 昨天我講37點左右 今天新聞說41 42點 現在台積電對大盤指數震盪 就是這麼大 所以你會去看到指數這樣跳 這樣會更加劇烈 可是我講你要習慣好不好 習慣23000 好跳空這邊真的跳空上來 你不要說要去補缺口什麼的 投票23000你們要注意啦 反正現在就是在這裡了 要習慣 24000其實說實在 搞不好下禮拜就到了 25000會不會馬上就到了 也有可能 好很多人擔心這邊在賣對不對 賣哇那講外資大賣 那你是不是又買回來了 這種東西投票你們自己要去判斷好不好 大方向對了 那你們拉回要敢做要敢買 很多股票都是這樣 好不好 創高拉回沒錯嘛 創高了會不會拉回 我說也有可能 那拉回又是下一次的機會 你們要把握 很多東西都是這樣 那當然很多人說 台面上最近這些股票都漲很多啊 真的很多啊 包括我影漢也是繼續漲 那其他股票 我說我有些東西我沒做到 可是我有做的我就講 對不對 我有做的我會講 沒有做的我不會去講 就這樣辦 我說昨天我也是很看好嗎 今天也是漲停板 對不對 你說真的那些供應鏈 台積電相關供應鏈 鴻海相關供應鏈 都會漲 那重點是你們要敢買 為什麼 因為我在Line裡面 還是很多人跟我說 啊我只有看 我不敢做不敢買 投票真的很可惜啊 我不希望好不好 我不希望說你們再這樣下去了 再這樣下去 看我節目有看一段時間的投票 沒有我 有時候我不喜歡怎麼樣去講一些很熱門股 很追市場的東西 因為我就做我有研究的東西 那一路的漲 整理 整理的時候啊 你們好像就覺得 哇老師不準欸 怎麼樣的 可是時間會證明一切 有些東西 最後就是會再跳上來 我的股票整理完有沒有繼續創高 看我旁邊 急拉 急拉上去嘛 整理 整理完有沒有再創新高 我相信我介紹很多標的都有 我等等一一來講 好不好 等等一一來講 電線電腦這個東西 可以再持續注意 台積紅海我應該不用再說了吧 那很多人問我現在怎麼看 投票現在怎麼看 你看人家最高是估到1380 也不只1370了 好像1380了 那現在呢 你的紅海最低也有255 對不對 我也算給你聽最低255 所以我講 你現在問我怎麼看 投票創新高了就是整理啦 好不好 很簡單 創新高了就是整理 創新高了就是整理 還原全值回去 有沒有創新高投票 220.9 這是用還原全值去看 所以會有 點9這個比較奇怪的數字 可是有沒有 昨天220.4 今天220.9 有沒有創新高 有 那你知道 前面要擔心 再賣 有沒有再買回來 有嘛 那你們不要去擔心那麼多 創新高會不會整理 會 那整理了呢 其實 我講現在輪動就是這樣 大型股全值股漲完一段 你說整理 那資金就拉出來做其他小型股 小型股整理漲完 那整理 那拉回做什麼 全值股再拉 其實一直輪回就這樣 不要再把以前歷史經驗放上來 好像創新高了 這個拉回好像就要破線就結束了 哪一次破線沒有站回來 投票應該有啦 破線有沒有站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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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長一點來看 應該有啦 破線有沒有拉回來 破線有沒有拉回 無日線有沒有破 有拉回 有沒有拉回 有 繼續創高 拉更深 創高 創高 拉回 有沒有 拉回 創高 投票真的現在就是這樣做 你們不用那麼擔心好不好 我真的講不用那麼擔心 好像台積鴻海 我說離我現在成本 各位投票應該看幾天的都知道了 625買進去的嘛 真的625買進去的會員都有收到 625買進去的 現在離我們成本開始越來越遠了 一路北上對不對 一路向右上角攻擊 我講真的 有鴻海台積電的要跟著我一起出 我歡迎你們一起來好不好 來問我好不好 來問我什麼時候要出好不好 衝動買鴻海214的 聽老師的話買了 現在有賺錢啦 你還原全職都賺錢嘛 對不對 好不好 還有一些東西要 鴻海沒買到 又遇到 又還沒遇到拉回 這樣可以追嗎 我講這個是除息錢啦 除息後那一天進去買都能賺 都能賺 投票 真的希望 真的來跟著我動作就知道差別 好不好 台積電鴻海怎麼動作 我講 介入價來不及了好不好 已經上去了 現在就是看目標價再介入價 需要這份資料來跟我說 我都給你們 我都給你們 沒有關係 這我說我LINE裡面 我臉書裡面 FB YT YT頻道裡面的 這些標題對不對 習慣23000 要習慣了好不好 你們真的要習慣了 不要又 老師破23000怎麼辦之類的 破了馬上就站回來 不是嗎 精彩 投票精彩今天 本來跌的 今天白跌的 最後我看又拉上來了 又拉上來了 投票再創新高 要200了耶 要200了 145到現在 今天我精彩的資料就拿掉了 今天我想說 早盤又下來 今天不講它 因為今天其他股票太強了 沒想像現在又創新高 投票這我的標的啊 6月11號 6月11號 不要說買在前面多低啦 145我也就講我145 我沒有不會跟你說買110 120 我就145進去買 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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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要200了 投票朋友要200了 要200了 有跟的都有賺到錢啦 我相信 有跟的都有賺到錢 好不好 那下一步怎麼做 好不好 大盤台積鴻海 創新高了 下一步怎麼做 有沒有 光盛我昨天也有介紹 其實我這幾天一直在講光盛 我一直看好它 今天再漲停 今天再漲停 我一直看好它 我說解禁了好不好 這裡在 其實應該這樣講 它在被關緊閉的時候 還是在一路墊高 沒有下來 我就覺得 後面還會再漲 我忍不住啊 這邊幾天啊 我忍不住追啊 老師你去追耶 追耶 對 昨天漲停 今天再漲停 有沒有 好恭喜好不好 恭喜有跟我動作的 有聽的 我相信都有賺到 對不對 昨天我也沒有說什麼 前面買了 買多早 你要去聽前面 我講這我之前 前面就做一波了 可是為什麼這裡 老師我還是看好它 它就龍頭 它現在 你講到細光子 講到CPU 全部人就先講光盛 那光盛 那為什麼不買 那麼巧 我講很久了對不對 對不對 我講很久了 今天再漲停 好不好 同學朋友 今天再漲停 恭喜啦 好不好 恭喜 有看我節目 有賺到 我真的都恭喜 這節目也跟你們分享了 都恭喜 那你說 CPU矽光子 我是不是還有提一支 同學我是不是有提一支 這個 前頂 我還遮住 所以我還把它蓋住 同學應該有啦 我有把它蓋住啦 是不是就前頂 要我再拉一次嗎 要我再拉一次嗎 我6月24號說 拉回要趕 要趕前進 其實我這邊一個前就 已經有點暗示了 好不好 同學 拉回要趕前進 我怎麼說的 創高拉回雙W底 好不好 相形整理 量縮跌不下 等出量 攻擊突破 同學 我就已經暗示了 我在Line裡面 我也在暗示了 對不對 這一支 應該就是前頂啦 我再拉一次給你們看 好不好 不要說我亂講 對不對 這支就前頂嘛 就是前頂嘛 那今天呢 是不是在創高 今天是不是在創高 我講它 氣光值也好 光通訊也好 只要現在有搭上什麼 800G這個東西 只要有一個關鍵是800G 就噴啦 就噴啦 不是嗎 當然你說整理完 老師好像沒有很標欸 整理完 哇 同學朋友 我怎麼講 我說我在6月24號之前 我去暗示 6月24號之前我去暗示 然後我是不是說要來拿 所以25號是不是還可以拿到最低點 同學朋友 我要跟你們講的就是 好 最低點完 兩天三天這樣子 然後又拉回整理 今天再一根突破 同學什麼意思 它的股性就是這樣好不好 你去拉長一點 它的股性就是這樣 創新高完就拉回 創新高拉回 創新高拉回 今天再一根 會不會又拉回 我還是要講 同學朋友 我有一些我看好的標的 你們放心 後面就是還是為了創高 很多人會去問 老師錢你買 買下去好像也沒什麼賺錢 這邊上去又下來了 整理整理整理 今天又再一根 早上其實快要碰漲停 快要碰漲 最高117.5 同學朋友 這邊多少也是117.5 今天最高也是117.5 還沒完啊 還沒完啊 氣光子這一塊還沒完啊 光盛漲停板 後面的還沒完啊 包括聯亞 包括聯亞 其實我覺得 也都還有機會好不好 整理完 創新高嘛 有沒有拉回整理 有 會不會繼續漲 有時候要趕動作啊 不要說只看好不好 投票 真的 6月27號 7月1號整理 今天7月5號好不好 最高大漲最高117.5 又是不是回到前面的高點 真的真的 同學朋友 真的 我希望來跟我動作 這些訊息 同學朋友 我的股票 你說沒有天天漲停好了 可是整理完會不會繼續創高 會 這就是我想做的 我不要會以為你們天天盯漲停板 沒有漲停就覺得不好 現在真的你們太要求了啦 太嚴格了啦 沒有漲停好像就不行 可是呢 你說精彩有沒有這樣創新高 我精彩低了 同學朋友 我也講了 就是影漢 我都有公開嘛 那今天同學朋友 真的繼續漲 還是漲停啦 今天很多人拉 開高下來又要問 老師好擔心的 會不會破 還是漲停 那你要怎麼說 對不對 同學這我的標的 我也跟你們講了 分享那麼久 我沒說我買最低啦 這一天買的 對不對 45塊左右 6月14 我沒有說買到前面喔 這邊進去買 去追也好 整理完 拉回 創高拉回 再漲 真的突破了好不好 同學朋友 6月14號進去 我還是跟你強調 真的我有動作 而且在跌的時候 我還是跟你們說要怎麼做 在跌的時候 我還是一直跟你們講 我還是跌的時候 就有人說要去空 我也不講了 不要空啦好不好 我寫的股票都空 空到現在 這個人不知道真的還在不在 當然一定也沒空 他在說說而已啦 好不好 這些酸民 有些酸民就這樣 沒關係 我覺得酸民沒關係 你們越否認 可是我用實際的成績 績效做出來給大家看 真的 就是有幫助好不好 7月1號再漲停 對不對 我還是講嘛 還是在講 機器人題材很有戲 好7月1號我講了嘛 7月2號漲高拉回 那我只是說 前波賣壓結束 會繼續漲 有很大的機會 我只能說因為 7月2號那一天在哪裡 7月2號 投票7月2號在這天 他這天因為漲上來漲停 然後隔天過新高 碰到這個壓力 結果就下來了 這個就下來了 對不對 投票我講了 他過前高一定會有壓力在 那壓力如果真的突破 我說有很大的機會 果不其然 1 2 3 三天漲停板 有沒有 好不好我希望真的 好像說市面上很多分析 在講其他漲停 我都沒有 可是這支股票 我實實在在穩穩的 這一天開始做 一路整理整理整理 到今天繼續漲停板 還是鎖住 好不好 7月3號 佔上60塊 對不對 來來來這邊有沒有 跌的時候誰不離不棄 恭喜各位通通大賺 好這昨天的對不對 47%左右 1張賺2萬1 10張賺21萬 100張賺210萬 投票真的沒有這麼難 你買10張 這個最少的 基本上買10張沒問題啦 40幾塊 50幾塊買10張 4 50萬 出來變60幾萬 昨天算的 好今天 這今天嘛 再漲停 投票今天 好不好 你如果用72.9去算 今天是賺62% 今天賺62% 投票62% 超過一半了 好不好 一張 昨天賺多少 2.1萬 今天是2.7 快要 快要一張2萬8了 投票 一張擺2萬1了 今天賺快2萬8了 10張就賺28萬 本來10張這邊賺21萬 今天10張賺28萬 投票朋友 100張210萬 今天210萬變280萬 如果有跟我做到 投票朋友 我真的有會員買100張 不亂講喔 50張的也大有人在喔 有些買100張 真的這樣賺4 500萬就全壓 我單股會員4 500萬 1000萬的是全壓 全壓下去喔 我沒有跟你們在那邊亂講 全壓下去至少100張賺2 300萬了 300萬快300了 下禮拜我們看 那我講會不會下禮拜他會被關緊閉 有可能喔 有可能 下禮拜會不會被關緊閉 有可能 好不好 可是我要講 關緊閉沒關係 我們觀察嘛 你像光盛是不是 我說關緊閉 我反而對他有興趣 一路漲 一路這樣子 好不好 真的今天 在路漲停啦 週末愉快 投票朋友真的 週末喔 今天禮拜五又放假了 下半年 第一個禮 週末對不對 你們要去做什麼 我覺得 有賺到啊 這些有穩穩賺起來 真的 精彩也有賺到的 就去放假吧 好不好 還沒賣啦 我說老師還沒獲利欸 還不能算 可是賬面上這樣 你們應該也開心吧 對不對 好不好 真的 來 今天真的 我公司叫我一定要推這個專案啦 慶祝影漢好不好 再掌題再創稿 真的 手機 好 你們不管手機加4的話 有4562好不好 你直接來我的LINE裡面留言 或者播電話進來 好 播電話進來 直接找我特助 或者是LINE裡面 我會直接看 直接留電話 好不好 我今天送給你們 你們對中1碼 對中2碼 對中3碼 好不好 送1個月 2個月 3個月 時間會 我直接送給你們 好不好 你們今天可以的話 有看到這個好不好 假日 5 6日 有看到的 真的都來 好不好 我這個送給你們 好 這個就是來電話 我的小數MP5系 LINE幫我加進來 來電話 或者是LINE裡面留言 你們的電話 直接留電話 會期我會幫你們處理好 好不好 那當然我繼續講 好 這個立基 我也講過 我測標也打好幾次了 我也在講立基 有沒有Wi-Fi 7概念 我講 現在你說矽光值也好 800G也好 Wi-Fi 7也好 這些題材 其實最近 是不是都會漲 應該都會漲 你說關於PA 你說Wi-Fi 7 因為它PA用到什麼 8到10顆 原本你說Wi-Fi 6用3到5顆 2到5顆 多了一倍 所以最近其實有一隻也在漲 這隻很可惜沒有做到 全新也在漲 真的 全新 有沒有像過高 有 是不是很多股票 創高拉回整理完過高 全新我沒有做到 很可惜 可是立基有沒有 投資朋友今天再一根 好不好 會不會過這個254.5的高 我覺得很有可能 好不好 其實一直都在講 拉回整理 這邊整理 你們不敢買 我覺得沒關係 可是你就看 今天再一根 好不好 今天再一根 那我什麼時候講 6月20號 還有一檔4XXX 未公開 等脫離成本區再分享 好不好 我就去公開嘛 開高 開低走高 6月21 投票 其實有時候就是這樣 整理 中間整理很久 整理啊 這邊 買進去 創高 拉回 整理10天 真的整整第10天 整整第10天 今天有沒有跳空 有 好不好 還是跳空 那當然今天有新聞 有消息 或有一些消息 美系 他又在調升立基 所以今天你說立基跳空 好不好 他 你說真的 Wi-Fi 7 最主要當然是Wi-Fi 7啦 那還有他的平均 平均銷售 ASP 好不好 是Wi-Fi 6的 60到 就快一倍了 快一倍了 6成到一倍中間 Wi-Fi 6 跟Wi-Fi 7的價差 他賣一台 比Wi-Fi 6賣一台賺一台 就是這樣的概念 好不好 所以還是上修 所以今天你說立即跳空 我覺得還是很看好 投票我還是很看好他 好不好 好不好 你們有的人也可以注意 好不好 可以來跟我動作 這個我就直接跟你們講 都沒關係 好那 投票是不是還有一檔 我講了 信音 今天有沒有繼續跳空 有嘛 我是不是 我記得前幾天 我字卡拿掉了 我說石塑工業的下一檔 石塑工業 你說還會不會漲 還是有可能 只是說現在這邊 那一樣整理嘛 那我是不是上次 我說石塑工業的下一檔 一樣切入散熱 它是不是 你說航太 半導體好像沒什麼賺錢 轉虧為銀 轉虧為銀就可以這樣子漲嗎 我不認為 有搭上散熱的題材 那我是不是我說 石塑工業下一檔我要做 我是不是講信音 同學朋友 有啦 1號 7月1號 1號 也是追 老師你追耶 開盤9點半進去買 好不好 9點半進去買 9點半 老師你追耶 我也沒追最高嘛 我在這邊開盤進去買 我講了 石塑工業下一檔 搭上散熱的題材 它是不是有切入 因為掌握3338泰塑的經營權 AI伺服器 切入1的散熱 哇 就7月1號進去買 同學7月1號 好不好 這個會員都幫我做見證 有沒有動作 我相信有啦 買進去 隔天有沒有創高 隔天創高有拉回 同學拉回也是整理了兩三天 今天跳空 今天跳空上去 我相信有看我節目的 這幾天有看 應該 我有講你們都知道 我也實際交代好不好 會不會再創新高 當然這裡 哇又來了 又是壓力區 又是壓力區 哇壓力區結束以後會怎麼走 好不好我們可以看著 好不好我覺得可以繼續看 好真的恭喜啦 那文貌呢 同朋友我也講了文貌 我是不是也看好它 對不對一樣 Wi-Fi 7 好又iPhone嘛 所以真的是算不錯的東西 這家公司真的不錯 我講了 這是不是我提早講 好這我提早 28號 6月28號 7月1號才出來的消息 好我講這個消息我早就有了 然後新聞才寫出來 所以我進去動作 所以我進去動作 同朋友今天文貌 183又創新高 這裡也是183啦 今天有沒有碰新高 有 會不會再漲 很多人講 老師你講一天而已 好像就結束了 同朋友不是這樣看好不好 整理完會不會繼續漲 我們可以慢慢看 那很多人會問我 老師那浴金光呢 今天還是很弱耶 要破600了嗎 你看 破了來 又破線 很多人可能就是沿著5日線 10日線去做 又要出了 好不好我們可以慢慢看 我覺得我們可以再看著 浴金光怎麼走 真的你有問題你要來找我 不然我幫不到你們啦 好不好 文貌今天183好不好 繼續漲 會走到哪裡呢 還有一支光陽科 我沒想到啦 今天最後也是拉漲停好不好 我是不是這幾天一直在講它 貴金屬 當然你說搭上什麼台積電的供應鏈 這種材料原料的東西 金屬這種東西就還是會漲 我其實一直在提 真的還是有進去動作啦 好不好 同學真的 我也恭喜今天 我本來是發什麼 大漲創新高 大漲創新高 我在快12點的時候 這邊發的 沒曉得現在是漲停板 同學今天手上就三支了好不好 三支漲停 影漢 光盛 光陽科 漲停 那其他都大漲 都大漲 包括我推薦什麼 台光電 我是不是還跟你們講台光電 頭朋友應該有啦 我還跟你們講台光電很好 今天 創新高 繼續創新高 500了 本來400多的喔 五字頭了 這我都跟你推薦了嘛 我都跟你推薦嘛 那我是不是還有講 我說特斯拉 我是不是還跟你講 看好飛鴻 我說 滑斧沒有那麼強 飛鴻會比較快 有沒有 今天 又突破咧 又突破咧 還是看好啦 有些標的 包括富士達 其實今天雅系 有消息出來喔 開始富士達可能還會再繼續漲 這個我覺得分享給各位 有些股票 你說折疊機 我講我自己就是用折疊機 對不對 我自己就是用折疊機 所以折疊機其實我研究很深 只是我原本想要 接下來還是要等iPhone出來 蘋果出折疊機才會再一波大漲 不過最近研究 吃完我覺得 還是可以做一些研究 富士達 有時候還可以再看一下 可以再看一下 好不好 同學朋友 真的低價中價高價位 有什麼問題 都來找我 我講 我昨天是不是有推這一檔 其實我今天看了一下 買進去 拉高 結果又拉回來 好不好 這支我還不想公佈 這支你們還是可以來做 好不好 這支我希望你們一樣 來留言二家電話 一起動作這一支 好不好 我是希望 這支今天創上去 結果又拉回來 我還不要公佈 好不好 我還不要公佈 希望你們一起來 好 留言二家電話 在裡面留言二家電話 一起做這一支 那今天真的 影漢真的連三天啊 345都漲停板 投票你們應該都有看到 我一路的追蹤 好不好 今天手機四話 你們有4562的 拜託拜託 直接流進來 打電話也可以 我來裡面直接留言 你們的電話 留言進來 對眾一碼兩碼三碼 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我直接喔 我直接給你們 好不好 有時候真的是這樣 我的股票啦 我沒有說天天漲停也好 可是 吉拉整理 有沒有在創高 精材是不是也這樣 我旁邊測標這些股票 是不是這樣 我真的希望投資朋友 可以來跟著文綺我動作一次 好不好 小小鼠MVP57 幫我加進來 直接好不好 來對留言電話 這些東西 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我直接送給各位 好不好 各位朋友朋友 那今天節目就到這 祝各位超出順利 我們下禮拜再見 謝謝